陈亚男回孙道歉 朱小伟霸气坚持提分手 大一哥爆料结婚时 女方没拿一分钱 简直是亏大了 陈亚男曾在直播中诺视网友 表示自己的钱都是自己赚来的 和大一哥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朱小伟的生活费也是他赚的 大一哥没有给过一分钱 如今的百万身价也都是他努力来的 可以说当时的一番话 几乎把大一哥的功劳完全的抹掉了 要知道没有大一哥 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粉丝关注 陈亚男还一直在直播中嫌弃朱小伟 总是数了他不学无数 后来在直播间见不到朱小伟 就很快传出两人分居离婚的消息 部分网友就认为这不是吃了饭咋碗 放下筷子骂娘嘛 收获了名声和财富就开始过河拆求 而陈亚男后来也因此不得不关闭了直播 而近日传闻陈亚男因为直播间没法哀 生路已经断了 于是便想要回村 向朱小伟道歉 甚至写下悔过书 表示自己想要好好的和朱小伟过日子 以后也不会弄出幺蛾子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朱小伟应激了一回 据村民透露 他并没有接受陈亚男的道歉 而且还坚决的提出了分手 大一哥在不久前 也是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表示媳妇在嫁进来的时候 没有让他拿过一分钱 这就意味着陈亚男不仅在和朱小伟结婚期间 靠着大一哥的名气狂揽了大波财富 而且结婚时也没有嫁妆 几乎可以说是空手套白朗 因此有网友认为 怪不得陈亚男会回头道歉 这要不是没点利益 他哪会怎样做 虽然朱小伟不同意陈亚男的道歉 是及时止损的好事 但是算起来大一哥一家还是归大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陈亚男和朱小伟离婚的原因并没有透露 也不一定是陈亚男的错 曾有传闻 朱小伟和一夜直播间的女搭档非常亲密 相比和陈亚男一起 朱小伟和这位女搭档的气氛 更甜蜜 因此认为是朱小伟一情别恋 那么你觉得陈亚男这次回孙道歉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